目前疫情年峻加上全国继续维持三级警戒直到六月底 地方居民摊贩生意大受影响 与此乡公有零售市场几乎冷清清没有什么客人 有营业的上家也没有几家 行李很慢 大家做好防疫 会啊大家都怕啊可是就只能做好防疫啊 大家在一条船上其实要全民努力 大家都要做防疫不光是政府 而为了减轻摊贩的负担 与此乡公所决定免收三个月的租金 希望能够减轻辛苦工作摊贩们的负担 并也呼吁民众来到市场要做好防疫工作 配合食联制戴口罩 有关这次的疫情的关系 我们鱼池乡公有零售市场部分 那也乡长也体恤各摊商经营的一些状况 那变成说我们打算 我们已经确定是在6至8月的部分 6、7、8月这三个月的部分 所有的摊铺位的那个租金全额都已减免的部分 那最主要是也体恤摊商的部分 在经营上的协助跟帮忙 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实际上我们有实联制跟实名制的政策 也要求各个摊商的部分 还有各个摊商都要做好口袋的口罩的部分 现议员王秋淑也前往关心 王议员肯定公所的用心 也呼吁民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配合实联制 共同落实防疫工作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导致我们与此公有的市场 这边的生意比较不好做 因为我们的乡亲都比较不敢出来购买我们的食材 所以在乡公所的建议之下 他们要减轻我们这里乡亲的 这些瘫痪的一些负担 所以我们决定不收三个月的租金 让他们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秋淑也在这里呼吁我们的乡亲 来这里来市场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我们的食联制的一个动作 以及一定要戴口罩 期望在公所协助之下 摊商的负担可以暂时减轻 王议员提醒民众要落实防疫工作 保护他人也要保护自己 记者邱平易 于此采访报导